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到了德国 我们来寻找一位自恋的小哥哥 诶 你听 叮叮叮 叮叮叮 小小的作坊里传来清脆的敲打声 只见一个长得清秀的小男孩 正在全神贯注地雕刻着手中的金戒指 在一旁的父亲脏兮兮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刘勒啊 你的雕刻技术这么好 长大以后你肯定是个厉害的金匠 还没等刘勒回话 只听见哗的一声 门被踢开了 你们这些金匠每天都在干什么 我的订单一个月了 还没做好 气势汹汹的贵族客户 说完就走了 甚至都没正眼看一下屋里的这对福子 看着父亲低头弯腰地连连招呼 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 小丢勒心里难受极了 他问父亲 我们做这么精美的作品 凭什么不能受到尊敬 在一旁的父亲摇摇头挨声叹气 哎 在大家的眼中 我们做的工作和打造一把锄头差不多 都是微不足道的活 长大后别做金匠了 去意大利吧 做一个受人尊敬的 真正的艺术家 怀着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理想 23岁的丢勒 踏上了去意大利的路途 凭借着从小练就的灵巧双手和艺术的热忱 他学到了一身非凡的绘画技巧 在500多年前丢勒生活的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人都信仰上帝 而百姓在平时生活中被贵族统治 精神上被神统治 但在当时最发达的意大利 人们已经开始关注人自身了 在文化艺术上 人们意识到了除了神话故事 人们生存的真实世界 其实才是更值得描绘的 就像达芬奇画了隔壁村的丽莎夫人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人文精神 丢勒在繁华的意大利 学到的不光光是绘画技术 对人文精神的学习也没落下 他想 还有什么能比画自己的样子 更能体现对人本身的关注呢 于是丢勒画了许多的自画像 就像我们平时自拍一样 为了得到最完美的样子 常常把自己画得特别英俊帅气 其中有一张很经典的自画像 让我们看看他都在里面画了什么 画中的丢勒 丢勒在意大利的名声越来越大 作品被人们认可和崇拜 他很想把在意大利学习到的艺术 和人文精神带回自己的家乡 于是丢勒带着这幅自画像 回到了家乡德国 但他的画 却引起了大部分人的争议 质疑 太自恋了 太狂妄了 竟然把自己画得和上帝一样 这简直是对神的不敬 只有一少部分人 才感受到了丢勒的用意 除了上帝以外 我们也可以关注自己 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比起繁华的意大利 当时的德国 不管是在经济上 思想上 都要更加落后而封闭 想要改变德国现状 只凭借自画像是不够的 刘勒暗暗想道 我必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共鸣 你听说过板画吗 画家雕刻出精美的图案 用油墨批量的印刷 书本里的插图就是板画 刘勒迷恋上了板画 一张油画只能有一百个观众能看到 一张板画 复制出许许多多张 那就有成千上万的观众能看见了 这简直就是传播思想的超级武器啊 但是当时德国的板画技术还不是很好 印出来的画呢 模糊而粗糙 机智的丢勒想到了更好的办法 结合上从小在金匠作坊里学到的金属加工技术 把木板画成功地升级为了铜板画 并在全国游历 不断地进行技术改良 最终让板画像油画一样的细腻 能复制的次数也变得更多了 而且为了让作品取得更大的影响力 丢勒还选择了大家最容易接受的圣经故事作为题材 你看他后来创作的这幅四骑士 画中看似正义的四骑士 马蹄下去踩着痛不欲生的百姓们 就如同道貌岸然的教会贵族和被残暴统治的人们 人们慢慢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了 德国最真实丑陋的营 原本麻木迷信的思想被一点点的改变 开始关注人活着的意义 丢勒用自己的智慧成功地把人文精神带回了德国 甚至影响到后来改变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 好了 关于丢勒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原来啊 丢勒自恋的真正原因是 想要通过自画像 来启发人们去关注自己 人的精神世界 不该由上帝来统治 自己应该做自己的主人 另外 卡洛爽还想告诉你一个关于丢勒的小秘密 他所有的画中都有一个小记号 是他给自己设计的签名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 这是他的全名 首字母的A和D组合 就是他的小记号了 靠这个小记号 下次你就可以找到他了 好了 我们的方舟又要出发了 下一节课 我们将要见一位 古典情景剧的导演 他会是谁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 Ön 这个小记者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